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到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12讲 那么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上一讲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文件管理命令里面的创建删除文件目录里面的创建文件 创建目录、删除目录、删除文件这几个命令 并且呢,我们对这几个命令的相关的比较常用的一些选项进行了讲解 而且呢,我们也在我们的无邦图系统里面进行了演示 那么学习了这几个命令以后呢,我们知道这几个命令呢 都是用来创建我们一般的普通的文件、目录 那么在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里面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件 我们叫做链接文件 链接文件,那么链接文件是怎么来创建的呢 链接文件是什么样的呢,对吧,什么叫链接文件呢 我们这一讲呢,会给大家来讲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要学习链接文件呢 首先我们先要理解Linux文件它管理的一个特性 就是在Linux系统上,我们文件呢 都是有文件名和数据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在Linux上被分成了这两个部分 那么用户这个文件名和数据 那么在Linux这个上呢,被分成两个部分 要用户数据和原数据 那么用户数据即什么 用户数据呢,我们就叫做具体的那个文件的那个数据块 真正记录数据的 而这个数据块是记录的文件真实的内容的那个地方 就是用户数据 就数据也是分成两种 那么原数据呢,它是真是指的文件的附加属性 比如说这个文件的大小啊,创建时间啊,所有者等信息 那么在Linux这个系统中 原数据里面有一个数据 原数据中有一个信息叫做inode号 inode号呢,它是文件原数据一部分 但它不包括文件名 那这个inode号呢,就相当于一个索引节点号 这个inode号呢,才是我们文件的唯一标识 而不是,而非文件名 文件名不是它唯一标识 这个inode号是文件的一个唯一标识 文件名,我们给文件取得文件名 它只是为了方便记忆和使用 而我们的系统或者是程序 都是通过这个inode号去找到 这个文件的那个正确的那个文件数据块的 所以说在Linux系统上 我们文件的管理 有一个真正存放文件的那个数据 文件数据块的地方 用户数据 而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原数据 原数据呢,里面这个有一个inode号 inode号就是真正指向的是那个文件数据那个块 而我们呢,只是给这个inode呢,取了个文件名 来方便使用 这就是Linux对这个文件它管理的一个特点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了解了这个特点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讲解一下 那了解了,Linux有了文件有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存储的一个特点 那为什么会有链接文件呢 那么我们说链接文件 它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什么呢? 为了解决在Linux系统上文件共享的这个问题 文件共享,它引入了这个链接 链接就为Linux系统解决了文件共享的使用 而且它还可以带来隐藏文件路径啊 增加权限安全啊,节省存储等好处 那么创建链接文件 实际上就是可以给我们的文件或者是目录 去创建一个代替名或者是别名 这个链接 那么在Linux系统里面这个链接 它创建这个链接呢又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呢我们叫做硬链接 hard link,硬叫做软链接 软链接呢叫soft link 或者又称符号链接 symbolic link 那么如何来创建这个链接呢 它的语法呢就是Lin这个命令 然后加上什么 加上什么 要指向的那个原文件 而目标文件就是你要建立的链接文件 那么软链接和硬链接怎么来区分 怎么来建立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选项 -s这个选项呢 就是创建软链接 -p这个选项呢 就是建立硬链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软链接和硬链接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它们的区别 我们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来 我们登录 好 登录以后 我们先来给我们的创建一个软链接和一个硬链接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软链接的特点和硬链接的一个特点 我们进入到命令窗口 好 用密码 OK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我的目录下没有文件 对吧 那么我先创建一个文件 wj.txt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可以 给wj.txt呢 输入一些内容 我们输入内容 我们可以用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设备 标准输入设备 输入重定项 用标准输入设备到cant 然后输出到我们的wj.txt 可以吧 然后我输入hello welcome OK 回车 然后counterd 结束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件 它是不是就有这些内容 好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文件件链接 首先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软链接 原文件 然后链接文件呢 我们叫 ssoftlink 对吧 建立这个软链接 好 建立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软链接 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 我们 用wj.x 来访问 你看这两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得到 建立了软链接以后 你可以看得到 wj.txt 是我建立的文件 普通文件 而wj.softlink 它是一个浅蓝色的 你看前面这个标是air 代表它是链接文件 它是一个软链接 软链接的标识呢 就是说 它是指向我们这个文件的 具体这个文件的 那么软链接 它是两个文件 它是两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 wj.txt wj.softlink 指向它 它这个指向就有点像 windows的快捷方式 那么我们来 看一下软链接 那么软链接 我们说如果用户数据块中 存放的内容 是另一个路径的指向 那么这个文件就是软链接 软链接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 只是说它数据块的内容 有点特殊 它是存放的另外一个文件的 这个 inode号 然后通过这个inode号 指向另外一个文件 而软链接文件 自己本身有自己的 inode号数据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创建的 这个软链接wj.softlink 它本身是一个文件 它本身就是一个文件 然后它是一个 一般的文件 链接文件 只不过这个链接文件 它自己的数据内容里面 存放的是 它指向的这个文件 inode号 它们是两个文件 所以它有点像 windows的快捷方式 windows的快捷方式 那如果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ARIS你看是两个文件 对吧 那如果我们删除了 软链接 如果我们删除 比如说我把 这个文件删掉 删谁 比如说我把它指向的 这个文件删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软链接 它仍然 这个文件 它仍然存在 因为它是两个文件 但是它变成了红色 红色代表什么 红色代表 它是一个死链接 它没有再链它了 那如果我再重新创建起呢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又变成蓝色了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它又指向它了 看到了吗 软链接 这就是我们 软链接的一个特点 软链接的一个特点 它是两个文件 然后呢 只不过 那个链接文件里面 存放的是另外一个 原文件的 iNode号指向那个文件 而软链接自己 有自己的iNode号 和用户数据块 用户数据块内容 就是另外一个文件的 iNode号 所以说 软链接是可以 在不同的文件系统 来链接的 原文件和目标文件 是不同的文件 而且它可以有 不同的大小 是两个文件 那么建立了软链接以后 那么软链接文件 它的大小 实际上是指向了 这个目标文件 名的大小 目标文件名的大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两个文件里面 你看 它们俩的大小 是不一样 这我新建的 它没有内容 对吧 而它的大 你看它的文件名 这个 大小是多 六 六是什么 六是它的文件名的长度 你看到了吗 它的文件名的长度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说它是两个文件 它是不同的文件 有不同的大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它是两个文件 不同的大小 那开始我没有删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看它的大小 是不是也是六 而它的内容是什么 是十四 因为我这输入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软链接 这是软链接 那硬链接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建立一个硬链接 -p 然后 wj.txt 名字叫 原文件 就是建立它的 一年级名字叫 wj hard link 好 按照-p 这个选项 不对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may一下 may一下 是不是我的大小写啊 或者是这样的 有问题 s air logic n 相对的 符号链接 小s 对吧 目标 目录 我往上翻译 目录 false 不存在 i inter check 看来应该用哪个呀 backup 应该用什么 物理链接 对吧 物理链接应该是大写的p 看到了吗 我用成小写的p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 在我的linux里面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我们重新创建一下 杠大p wj.txt wjhardlink 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建立的应链接 你看 它的文件大小和我原来文件大小 你看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文件大小你看一样的 对吧 文件大小一样的 但是呢 它们的应链接数发生了改变 对吧 变成了2了 那什么是应链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应链接你看它是 应链接文件是 是一般的 白色的 对吧 白色的一个文件 应链接它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通过刚才这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文件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们两个 指向的是同一个文件内容 它们大小才会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说应链接数 我们说它是 应链接呢 我们说它是一种 什么 它是一个I know的号 对应了多个文件名 我们称这些文件为应链接 换言之就是说应链接 实际上就是给同一个文件 使用了多个别名 它只能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 来链接 原文件和目标文件 实际上是同一个文件 它内容都是同一个内容 当有多个应链接文件的时候 那么你三调其中一个 那么它只是应链接数 少一 应链接 它是什么 它只是说你 你这个指向的应链接 和这个原文件 它指向的是同一个数据块 它只是起了一个别名 而软链接不是 软链接 它这个文件的 这个I know的号和数据 它数据块里面的内容 是另外一个文件的 I know的号指向另外一个文件 它们俩是不同的 通过这个图 你也可以分析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 应链接它的文件大小是一样 你说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数据块 只是说它取了两个别名 所以它应链接数是2 对吧 如果我们再建一个 比如说 我们再来看 LN-P WJ-TXT WJ-Hard 应链接1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L-WJ 你看 现在这个生意 应链接数 这三个文件 WJ-TXT是文件 这两个是应链接 你看 它们的应链接数 是不是都变成了3 就是说 这三个都是我们那个真正的那个文件数据块的一个别名 别名 它们指向同一个文件数据块 那如果我删掉呢 比如说我删掉其中的一个 它是同一个文件 它是起了一个别名而已 它不是两个文件 因为它文件大小都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我删掉其中一个 Hardlink 1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L-L-WJ-TXT 你看 是不是应链接数就少1了 对吧 应链接数少1了 那如果我们删掉 那个原文件呢 软链接也没了 应链接呢 我们看一下 软链接变成了一个死链接 对吧 看不到了 而原来这个应链接呢 应链接数没了 应链接数1 对吧 原来的大小是0 也就是说 原来那个文件是没了 但是由于我们给它 给它起了一个别名 所以说它还指向那个文件 对吧 还存在 指向那个内容 文件数据块 这就是软链接 它和应链接的一个区别 那么由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由于应链接 它有着相同的inode号 只是文件名不同 所以应链接它有这样的特点 第一个文件 它有相同的inode号和数据块 它是同一个数据块 而且它只能对已经存在的文件进行创建 不能够交叉文件系统进行 应链接创建 不能对目录创建 只能对文件创建 你删除一个inode号的文件 其实并不影响有相同inode号的那些文件 你删除一个并不影响 因为它都是指向同一个 但是软链接不一样 对吧 软链接它是两个不同文件 它是有着自己的文件属性和权限 它可以对不存在的文件和目录 创建软链接 因为它是不同的文件 软链接是可以交叉文件系统 可以对文件 也可以对目录创建 创建软链接的时候 它的链接技术是不会增加的 删除软链接 并不影响被指向的文件 但是你删除被指向那个原文件 它就变成了死链接 如果你重新再创建 它会恢复 这个我们给大家做了演示的 对吧 那如果我们删掉软链接 比如说我重新再 创建这个txt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软链接又有了 一链接 也有一链接怎么样 一链接并没有 看到了吗 一链接并没有变 我是创建了一个文件 跟没有创建一链接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删除 软链接 它并不影响 我们的原文件 对吧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 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那么我们下一讲呢 再见